你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成立的 当着在湖井里面 说白了你们就是汉奸集团 苏联共产党领导你们 用枪用炮 推幻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 太爽了 看得我真的是热血沸腾 振奋人心 一千万换四百万 那这么说 下次存钱在银行 我还得买个意外险才对 是吧 大家好我是达树 红社会呢 现在是不但缺德 而且还特别缺钱 那一家上市公司呢 在银行存了六千万 结果被银行的支行给划出了 五千九百九十五万 对此呢 墙内的民众呢 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那如今呢 该公司已经报案 但是呢 根据我对墙内的了解 为了不影响银行的声誉 和维护这个垃圾政权 该公司呢 绝对不会全数获赔 那实际上呢 中国的银行缺钱啊 是时有发生的 那早年前呢 就有广东的一女子啊 存入银行一千万元 心想着 我在银行赚点利息吧 结果没成想 四个月后提前时 发现银行只剩下六毛钱 这个六毛钱啊 你给要饭的 要饭的都嫌收 都嫌弃你 但是没有红社会 哪有你赚一千万的可能性呢 是吧 给你六毛钱 你就烧高香嘛 是吧 起码比起五毛 还是好些的嘛 但是呢 这个女的啊 因为她在海外生活啊 她有着一种海外人的这种固执 于是呢 她就找这个银行的职员去问啊 我的钱去哪了 银行的回答呢 差点让她去找老李啊 银行说呢 你没有权利啊 过问这个资金的留项 你说这女的上不上火啊 我在银行开的户 我存了一千万 然后你告诉我 没有权利 是吧 那谁有权利呢 我们找法官吧 于是呢 她就把银行给告了 这个法院就揭露了啊 那法院一看这个案例 我看一下啊 行 这个最终结果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跟银行经营的模式是无关的啊 是部分内部员工啊 故意所为的 咱这个个人行为啊 不能代表银行啊 所以银行呢 不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 本法官决定啊 为了公平起见啊 这个银行 员工和存户三方皆有责任 于是呢 就宣布啊 这个赔偿该女子 四百多万元人民币啊 加上这个部分的利息 真的是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那这么说 下次存钱在银行 我还得买个意外险才对 是吧 一千万换四百万 那你就当为祖国做贡献嘛 是吧 毕竟没有银行 你这一千万也不知道存在哪 是吧 万一你放在家里 你出国啥了 再被人偷了 你说这钱 谁赔你啊 谁都不赔你 所以你还得感谢这个法官 起码赔了你四百万 当然啊 诸如此类的银行偷钱啊 或者老赖事件啊 在中国是比比皆是 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 我一点都没有造谣 全部发生在我们这个神奇国度 那我们不禁要思考一下 如果一个银行都可以这样老赖的话 那这个国家最后盛产的一定多是老赖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非常爽翻天的视频啊 一个老大爷 唇枪舌战 红鬼子 哈哈 你也要拍下人家 你这是那个政党干的事啊 是一个政党干的事啊 人民不能监督你 我为什么不能监督你 你中国共产党 是苏联共产党成立的 在当着在湖井里面啊 说白了你们就是汉奸集团 苏联共产党领导你们 用枪用炮 推翻核瓦的中华民国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逮你们 计划逮你们 你们中国共产党还要告状 说中华民国政府 国民党政治派遣你 告到联合国向世界告 在你们的网上 解放时报上告 向全国人民告 我一个中国人 我爱国的环境 都没有虎丹亚的案子 我威权 你共产党写个朋友派遣我 我为什么不能监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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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人民 我为什么不能监督你 我为什么不能监督你 来 这个湖井 湖井0063的湖井 林川公安 湖井0063的湖井 我为什么不能监督你 我做人民 对啊 我为什么 他说我不能监督 还内共产党了 我批评的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批行 要得我说的 你还内共产党 还内毛泽东 我还批评共产党 批评毛泽东 指出你们的确认错误 你还要得我 一个不能监督的政权组织 怕必须是邪教 必须是暴政 让人民恐惧的政权 必须是暴政 这是世界的功力 我为什么不能说 我们更可以制裁你 你制裁我来 我看你啥制裁我 我告了联合国的大量的证据 我不管你制裁 几十万字告了联合国里 连联合国人家理事会都知道 你中国共产党对我的政治派 还有大量的控诉 包括你们中国共产党 迈过十和三十 我说几十万字的控诉 在冠美党 我们媒体在2016年都花表了 我不是偷偷摸摸地说 你一个政权 一个组织 接种人民的监督是应该的 不能接种人民监督的政权 排外人民的政权 必然是暴政 是邪教 是独家专制政权 我为什么不能监督你 我为什么不能监督 我就等着你们 你们给我带起来 让全世界看看 你中国共产党的邪恶 太爽了 就是看到我真的是热血沸腾 振奋任心 我跟大家讲 这个老大爷我真的是佩服 论口才 论人品 论这个逻辑 论知识 论临场的这个发挥与应变 还有这个但是 老大爷怎么说 也应该是国家的动凉才对 不至于被红鬼的逼上 维权的道路上 但是呢 在中国这样的人才 统称为恨国党 而且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几个 魔警的表情了 对这个老大爷的论述 我是一脸的懵逼 全然不知道老大爷说的是什么历史 所以呢 无言以对 只能对这个群众说 在这 还觉得自己委屈 向这个人民群众解释 所以说啊 没文化真可怕 是吧 你要是对的 你跟老大爷解释就好了 你找人民群众干嘛 是吧 不过呢 这招还真管用 我们后面呢 我才注意到啊 就是旁边有几个大妈的眼神和动作啊 就是明显 就是把我们的优秀的老大爷当成了刁民 这个多一点呢 叫做习民 少一点呢 就是刁民 上梁不正下梁歪 是吧 就好比人家骂习是250啊 习听了很不爽 就觉得 哎 我要当500 这个他比250还250是吧 他一想 哎 好 你们骂我500啊 那老子不当了 我当50吧 啊 你看 他连250都不如 最后呢 老习就气急败坏啊 说 我就是我 我要当不一样的烟火 我做我自己 爱谁谁谁啊 老子不在乎了 啊 就是破罐子 烂打烂摔啊 就成了今天这个 明君 是吧 那我有时候就在想呢 既然看不得别人骂你 啊 你不想当250 那你就做好自己 你不当250 你也不当50 你也不当500 不就好了吗 是不是 简单又有效 但是呢 他非他大爷的 要走他的特色道路啊 走不一样的烟火 你说他是迷恋权呢 还是迷恋钱呢 啊 你说迷恋权嘛 啊 这个政权本身就很诡异 因为总有下面的人 要拿刀子的捅上面的啊 这个上面的呢 要拿刀子防下面的 最后呢 你防我 我防你 哎 啥也没得到 是吧 你说要迷恋钱呢 他也没命花呀 这个红社会的红鬼子啊 总想着说啊 让自己家财万贯啊 积累的万千财富 但是啊 真到你 积了那么高 疯值的时候啊 你的仇恨值 也积了不少 是吧 一个不为子孙 后代着想的 这些红鬼子啊 包括你现在 最高的那个 number one 他今天可以 只醉几米 光鲜艳丽 但是 却坑惨了 他的后代 其实也坑惨了 他自己啊 你就看老毛头 当初啊 多神奇 是吧 这个嘲笑啊 人家长急失汗啊 指食关公射大雕 现在你回过头来 再看他 水晶关里成沙雕 后代还是智障 是吧 他得到了啥 最后呢 你毛 不就是成为了一个 这个魔鬼政权的 这个人体标本吗 连超生都不得 对吧 你现在家财 也不是万贯的 菜有啊 我们是说这个 姜蛤蟆 是吧 被人抬出来 在阳光下暴晒 让他魂飞魄散 那你老习 最终你又可以被散终了 我不知道习脑子里 在想着什么 但是起码 我知道一点啊 有他在我心里 就踏实 这个是 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啊 懂我的人 都懂 好了 我是大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 点赞 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